由澳門音樂產業協會主辦、澳門元樂協會協辦、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全力支持 本屋資深音樂製作人潘君寶擔任主創的 潘君寶成年成一家原創主題音樂會將於2022年1月21日至22日在澳門巴黎人的巴黎人劇場舉行 試次主題音樂會將會聯同23位本地出色的中樂、西樂、搖滾樂樂手 共同抱寫一篇中西音樂元素交織的搖滾幻想之詩 對於這樣的跨界合作,潘君寶表示一次全新的嘗試 《年成一家》本身這首歌是有歌手唱的 而且我們也透過這個項目連動社會各界的人士一起參與到現唱裏 這次音樂會的形式是以旋音樂為主 所以我將旋律的部分重新編排過 就被不同的樂器演奏 無求為這首歌賦予一個戲樂版的新生命 這次對於我自己本人來說是一個很暫身的嘗試 其實我本身是流行音樂方面比較長時間工作的一個範疇 如是者,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去探索一下中西合璧的東西 我覺得能夠很代表到我們澳門的一種文化的特色 於是我就周圍去問朋友 很慶幸地認識到中樂團的三位老師 我們現在有鎖納、有生、有笛子 然後也有年輕的音專畢業的音樂家 有二虎、有古增 中樂的部分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組合 然後也很慶幸能夠跟澳門音樂協會合作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熱樂團來組成一種新交響樂的組合 作為中樂團所立首席的田丁 認為能夠讓餛樂、中樂、搖滾樂三種各異的表演風格和諧協奏並非異事 認為音樂製作人潘君堡這次的演出是一次突破 但這一次潘老師的音樂會 他的編配就是我認為是一種突破 那麼對於我們這個中樂樂的樂手來說 他就會產生就對他的要求很高 因為如果說只是說像以往的那種形式 那他只是說演奏出他的本身的特點 比如說我是索納 比如說笛子聲或古增 只是用演奏他那一段一個特點表現出來 但是在潘老師的整個編曲當中 除了有一些部分要表現中樂的特點和特色 但是他還有大部分是融在搖滾樂隊和弦樂團 我們也起到了一個一起演奏一起詛咒的這麼一個作用 所以說對我們的要求就是說 可能就要拿捏好怎麼樣的分寸 所以說其實這次對中樂樂手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就是你要兩種轉換角色 你這個時候可能要體現你這個樂器的特點 那就必須要把你的特色特點 什麼滑音這些東西做出來 但是在有些部分你就可能要老老實實地 根據整個音樂的風格 那你就可能就是一個一起演奏 就不要把你的個性完全暴露出來 所以這是我覺得這一次一個突破點 而青年大提琴樂手Oscar就指出 在眾多他參與過的演出當中 這次音樂會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 認為在世界上也非常罕見 這場音樂會其實是比較特別的一場演出 因為它結合了中樂、西樂、聯樂 然後加入了很多搖滾和流行的元素 就是在裡面我自己以往的演出 多數都是一些很classic、很古典 也都有很多現代的作品 但是相對這麼大型的演出 也都結合了這麼多元素的演出 我敢保證是世界都很少見的 這次都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全新的嘗試 其實這場的演出 就算是對作曲的潘Sir 很多中樂手和很多演樂手 都是一個很新穎的挑戰 因為大家其實很少有這個機會 可以集合了這麼大群人 在一個這麼專業的劇院演奏純音樂 這是真是世界少見的一個音樂形式 試次潘君堡成年成的家園創主題音樂會 合共有21首曲目 以製作人潘君堡自身對澳門中 有感情和有回憶的地標進行創作 可分為4個章節 分別為回憶、成長、信念和家國情